大家好,我是Stan 这几天有很多人留言问我 为什么没有继续做APINK PAKCHO RUNG的后续影片 所以今天就想要先来说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给大家快速简单的说明一下 到今天为止的情况 在金某向媒体爆料PAKCHO RUNG的正义 以及公开PAKCHO RUNG与酒瓶的照片之后 PAKCHO RUNG也发出了立场文表示 对于未成年时期饮酒照片真心的道歉 但是绝对没有像金某主张的一样 做过打巴掌脱金某衣服等的事情 自己会以当时在现场的正言 以及与金某的通话录音来彻底的解开清白 在PAKCHO RUNG的立场文之后 金某就公开了透过苏季原认证的 与PAKCHO RUNG的通话录音 也就是因为金某公开的通话录音内容 让我觉得反正双方都已经互够了 所以还是先等待法院的判断比较好 我这么想的理由是因为 金某将录音文字党提供了几家媒体 也有几家媒体表示拿到了录音员党 但是各家媒体报道的录音内容都有点不同 不是内容不同而是不完整 像看第一家媒体公开的录音内容的话 有这么一段 你记得以前在XX跟你的朋友打我的事情吧 但是XXX这里部分内容有删除 因为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非常痛苦 但是你说实话 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做艺人的话 应该是要向我道歉才可以 不是吗 你觉得不是吗 不是 不管怎么样 我对于发生那种事情的部分 应该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也不是什么理由都没有 随便对你怎么样的 知道 不过 当然不管有没有什么理由 那是我做错的 真心的向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 所以我也是 当然我是不应该那样做的 不管我有没有误会 应该要以对话来说的 在那里 我也是有点 是有点生气的情况 这段内容根据不同的解释方式 可以当成是 跑秋龙承认了打人 也可以说是 只是承认了当时的情况 但是看另一家 拿到录音员党的媒体 公开的录音内容的话 多出来了这么一段内容 我有对你做错什么吗 你旁边的朋友说 跑秋龙想打你的理由是因为 我看着你笑的样子 让你感到不愉快 所以你们就打了我 这段内容就是 金某在第一次爆料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说过那句话 可能因为是太久之前的事情 所以也不能确定 但是那一天我们应该没有遇见 不有遇见 我因为好久没见到你 所以就故意微笑了一下 但是你说了 我看你笑的样子 让你很不愉快 我记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要被打 这段内容是在最初 金某提供的录音里 是没有的部分 另外也有一家媒体 拿到了金某提供的录音档后 报道了 因为是男人问题 所以引发了这件事情的内容 但是这家媒体表示 拿到的录音档 没有后半部分的录音 对此A某对媒体表示 后半部分是有关于 录琐龙私人的问题 跟暴行没有关系 所以故意删掉了 自己需要的是 对于暴行的道歉 并不想公开 录琐龙的其他问题来抹黑他 但是他已经让媒体报道了 是因为男人问题 引发了那件事 也公开了与这个阵营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录琐龙与酒屏的照片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不相信 不想公开 录琐龙其他问题来抹黑他 这句话 最重要的是 金某跟所有媒体都有说过 自己与录琐龙小学的时候 关系不是非常亲戚 中学的时候只见过一两次面 从高二2008年开始 就没有再联络 但是看站出来 作证的同学的爆料的话 录琐龙跟金某在高中的时候 也是有来往 甚至也有位网友上传了 在庆州市一家照相馆里拍的 录琐龙跟金某在高中时期 一起拍的照片后留言 金某你不是对媒体说 你们两个都没有任何交流吗 这是什么呢 女孩子们本来就有关系 不怎么亲戚也能这样拍友情照片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另一位网友站出来发文 说自己是照片里的其中一人 A某与录琐龙到高中一年级为止 有互相联络 而当时流行 只要见面一起玩几天 就会拍那种照片 金某的录音自己都听过了 确实是录琐龙的错误 总结一下就是 因为每家媒体报道的录音党内容 都有一点点的差异 同学们的证言也是不同 而公司也已经声明了 金某的录音是恶意剪辑过的 会在法庭以录音员党来澄清 金某也表示自己没有剪辑过录音 以误告罪进行了提告 因为双方都已经互告了 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在法院结果出来后 再告诉大家后续的 这就是没有继续做 Pak Chauro后续影片的理由 总之在结果出来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idol到底是谁 这位idol是谁呢 太简单了吗 为了没看清楚的人 再仔细看一下 现在知道是谁了吧 对 是一级旅进 以为是裸街的人请举手